下面一个问题说 如果父母罪孽深重 大逆不道 而弟子又无法劝阻 应该怎么办 是否还要为他们在佛前 立长僧百威 如果真的长僧 那不是会造更多的罪业吗 长僧百威一定要立 不立不肖 那你要去学圣王 你把大顺的故事 多多的去念几遍 你看他是怎样 把父母感动 回头审看 帮助父母 改过自行 这个里面 高度的智慧 要有很大的耐心 有智慧 你就有善巧方便 想出种种方法来的时候 影响他 让他慢慢的能够接受 后面说 姚舜在中国历史上 一笑顺沉住 他面对的是寂寞 其中的人情事故可以理解 为什么世上还有亲生父母 毫无人心 这 是否也算是英国报应 是 这个完全是英国 但是你也想的 现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时代 不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中国几千年 从小都有家教 所以这个社会上 像这场 悖逆 冷场的事情 很少很少 但是现在 由于清朝亡国之后 中国社会一直动乱 日本人 这个 清热 八年抗战 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 一直到现在不能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失去了 传统 伦理道德英国的教训 至少差不多可以到一百年 现在恢复很不容易 所以现在父母 亲生父母 对待子女这些 我们在旁边看都算是正常的 没有学过 从小没人教 而且社会 社会都是这样做法 所以他也看到 看到这个社会是这样 全都学坏了 我们现在要是做个很好的样子 他都是开头说 也不正常 可是要勇敢 一直做下去 时间久了 他慢慢他就能久 凤我实在不能相处 你离开家到外面工作 每个月给家里钱 祭奠供养 养好福 他人他不喜欢你 钱他爱 他不会丢掉的 要天天送经念佛 给他回乡 帮助他 帮助他 要供养 长春派会 希望他多活几年 慢慢久悟了 他就变成好人了 这做儿女的地方小心 一定要有 不可以说他快早一点死掉 少造一点罪业 这个不是孝心的心理 这不是做儿女的应该当做的事情 啊 童有 事情 大概 你 你 谢谢大家